出家的作品 那等一下刘伯志老师的作品呢 也请老师就是自己为大家导览 那首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呢 是这边这边灰色的墙上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贝兰的女士 也是Maya Adjomi的作品 Maya Adjomi她本身就是西非人 那她是对这个西非 对这个水神耶摩亚的信仰的感兴趣 并且呢就是把她追溯到加勒比海岸 因为随着这个贩努的贸易呢 这些被败罵到非洲的奴隶呢 其实也是带着自己的这些宗教信仰过去 那其中就是西非对于水神耶摩亚的信仰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大部分作品 是赖茨利亚就是耶摩亚的祭司 正在做一个仪式 左右两边的三边的作品呢 都分别记载了 这种就是到了行大陆之后 综合性的信仰 和她在大西洋两岸的这个系列 的群像 那Maya Adjomi这位艺术家 她自己也是做某几条时间的记者 然后才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 那最后的这个《采集》里面 还有Maya Adjomi的第四节洛业 是在我们这边 就是这个短的蓝色的墙上 那这一部《采集》里面也是像同一个系列里面 但是我想就是特别要请大家看的呢 是这部作品最右边的这一位建设 它是一位这个颜摩亚信仰的一个景色 它就在古巴 但是如果大家看它的面孔的话 它其实是一位华人华裔 那就是觉得 就是也是这个族群的教育和礼赛 非常有兴趣 那最后这个点呢 就是希望把它拉回到我们这次 刘伯志老师的作品上面 请老师为大家导览 那刘伯志老师这次就是 在台南西美术馆来展览 就是有两个作品 那我们这次文字幕志老师 这次文字幕志老师 当时文字幕志老师 感谢观看